他走我走 你别追我 你放开他 我一天都忍不了了 你不然俩走我就走 你走啊 别光说不动啊 王傅 你 你赖在这不走 你要不要连你 我赖在这儿 是我丈夫请我住在这儿的 天成 你要他还是要我 大老远来了 对不对 客人 你得让人多住几天吧 听见没 他说你是客 好 我走还不行吗 不过我告诉你 他是我男人 到死都是 你们俩的日子 过不长的 你给我说清楚 谁敢写过不长 给我回来 帮我货 你说谁去帮我货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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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 住手 三哥 到了家以后别忘了来个线 知道了 老乔 在沈阳的日子还多亏你照顾了 以后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把这些罐子拿着 不用了 拿着 你把东西都给她得了 你看 自己 我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死的 我跟他曾经有过感情 但是早就结束了 保重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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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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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年是他喜欢了你四年 他追了你一年啊 你没有答应 是不是啊 行了 你都可以当侦探了 吃吧 乔太太 这些东西怎么是人吃的 尝尝我给您带的东西吧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放我出去吧 乔太太 您是我们的家属 我只是作为乔天朝的同事 来看看你 你不要叫我乔太太 不要再跟我提那个姓乔的 我一听就和谐 听上去 您似乎很恨他 乔天朝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人 这不明白的吗 道貌安然 是乱中期的伪君子 他把我弄到这儿来 就是想害死我 我死了 他就可以一了百了了 就可以和那个狐狸进去快活了 乔天朝以前是不是也背着你 您照顾情人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的嘴里虽然说不知道 可你的脸上都写着呢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问乔天朝 问我干什么 这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讨厌再谈这个问题 要么 你就放我走 要么 你出去 好吧乔太太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跟乔天朝认识并且结婚的 那好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虽然是父母定的娃娃亲 但是见面的日子很少 自从他入伍之后 更是跟见一面都很难 是这样 那 那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 放心吧乔太太 一会儿如果还有人来问话 你就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不会有问题的 来 小虎 乔会长 你们马队长呢 不知道啊 我这两天也一直都找他呢 都快找疯了我 那回去啊乔会长 我可以断定 马天成在执行一项不能让我知道的任务 好 已经三天了吧 是的 叔叔 三天了 乔太太 还认识我吗 你 你 你跟姓乔哥是一伙的 只要认识就好 可以问你几个问题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吧 会放你出去的 前提是 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要我说什么呀 在沈阳你除了和乔天朝联系 还有是你 是 我是不想来 是公公婆婆逼我来的 你放我出去吧 要不然我见见老乔 我 我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他 我不见了 乔太太 如果是这样 你就要吃苦头了 是乔天朝让你来杀我的吗 杀了我 他就可以 可以跟那个狐狸精风流快活了 我告诉你 你去告诉乔天朝 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 你们 你告诉我什么东西 不能东西 那还怎么办 我会有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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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有急事 请进来 谢谢 随便坐 那来杯酒吗 不我不闭了 坐吧 怎么 心情不好啊 你老婆已经回老家了 心里的担子应该卸下了 现在你可以和你的情人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应该高兴才对啊 林小姐 当我知道那个女人不是你妻子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表里不一的男人 林小姐 我的话还没说完 我现在觉得你心里其实很苦 你有很多苦衷 我没有苦衷 为什么要掩饰心里的苦呢 不妨把它说出来给我听听啊 你想要听什么 你的兄弟死了 因为可怜他的女朋友 所以你照顾他爱护他 但是你又不懂得怎么拒绝他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爱 是可怜 你不觉得这很苦吗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 我是保密局里的记要秘书 所有的档案都归我来管 叶小姐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尚 而且今天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 那是什么事呢 我太太 哪位太太啊 你的情人不是在家里好好的吗 你的原配夫人已经回老家了 老家的人没有接到她 也许她只是心情不好 随便走走呢 你不用担心的 你很清楚这不是真的 既然你不爱她 这很重要吗 她毕竟是我太太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真是个好男人 好丈夫 对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 都能够这么好 最近见过马天成吗 最近见过马天成吗 他好像经常去四马路五十五号 谢谢你 我这儿就这么多了 我这儿就这么多了 一定要这样吗 告诉天成一定要按时吃药 否则他的胃会受不了的 否则他的胃会受不了的 吃狼狼再来拿 好 知道了 天成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不太清楚 那好吧 那你走吧 是 是 谁 曹阁长 乔会长 你不能进去吗 我上了 你也不能进去 你也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马阁长 你看 乔会长 没有出错的命令 谁也不许进去 乔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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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 你要干什么 把枪拖起来 你应该懂规矩 别让我为难 还不像话了 居然和自己的同事动手 我太冲动了 冲动归冲动 我知道你心急 可规矩你得懂 我当然懂规矩 可我太太被关了这么些日子了 还不够吗 她毕竟是我太太呀出座 我知道 放心吧 今天就会有个结果 你也别忘了 突然冒出两个太太来 是不是该给我时间呢 下去吧 是 你第一天干这个事 生怕乔科长不知道我们到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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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y commit the device to the next video and then the reference window wanted to type a picture because the physical file is already vital when you bring it with Buddha on the body you need to input the music so the next one will be able to run 爱乡的前夫吧 我查过北平的资料了 照片上的男人叫孟林 四年前在一次针对 日本宪兵的围捕中间被捕 死在狱中 死亡时间跟天朝说的正好吻合 那他和天朝的关系调查了吗 查了 只是团队的纪律在这方面 不会有文字记录 应该只有他的上司马汉三知道 马汉三已经死了 那就是说现在死无对证 应该就是这样 这个天朝啊 在检讨书里说 他是为了安抚同仁的家属 日久生情 你说这个解释可信吗 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不妥 只是照片我有个疑问 现在的照相馆呢 都上色 新这个 这张底片能找到吗 恐怕不行 那这张照片能说明什么呀 什么都说明不了 那王小枫怎么处理 行了 放人吧 是 马队长 出座命令 放了吗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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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老乖 老乖 你终于来了 好 好 我们走 我家 出了沈阳城 我已经安排人接你了 这有鲜鲜 天成 为啥不让他家里多住两天 晚上养孩子在做呢 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老公进来 谢谢 队长 家里的事处理怎么样 跟我大闹了一场 怎么留也留不住 连夜也回徐州了 这种小事就不去管他了 你跟毛老板很熟 毛老板的生活起居 你都知道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因为毛老板明天就到沈阳了 你负责安排他的起居生活 没问题 马汉三在抗战胜利后 因为贪污被捕 不久被枪毙 更巧的是 戴笠虽然在北平见过乔天朝 但是在今天三月 因为坠机事故被摔死 一同摔死的 还有军统人事处处的 这样一来 军统内部 比乔天朝照过面的 只有毛人凤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乔天朝 与军统头号人物毛人凤 见面的机会 几乎是微服甚微 可好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 你的任务是 打入军统长期潜伏 凝结大叛工 判定簧 门 все 军统长期十三 出什么事了 明天下午两点半以前 如果我还没回来 什么就不刹那 先平常一样出门 离开沈阳 不要再回来了 平常 记着我的话 时间差不多了 快走吧 天长 天长 我晚上给你做鱼 等你回来 我等你 开过来 开过来 去坐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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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天成 行动队队长 双品 这是乔天长 你应该认识 记得记得 行动队长 老马 这天朝到哪儿都是左右奉原哪 跟毛巨长说了几句 多高兴啊 那位是灵俊 郡总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不用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次奉委员长之托来到沈阳 一来呢 先来看看沈阳站的工作状况 二来也带来了 一些美国盟友提供的新型仪器 新药品和枪支弹药 总裁对你们的期望 是很高的呀 听说朱军把家眷都接来了 我很感动啊 目前局面虽然困难 但毕竟沈阳还在我们的手上 朱军只要报定 与东北共存亡之决心 同力合作方能共克时间 记住 守住城市 就有指望 下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尚逢派给五十五军的特派员赵崇光先生 他是留学德国的土木工程专家 尚逢特别任命 赵先生为沈阳卫戍区的警备司令 是专门来协助大家守城的 诸位 诸位 我赵崇光 前来沈阳 就没打算再走 成功随无定算 但成人 却可担保 我愿于助兄 通力合作 共襄党国大业 四十六رج 专家 说 ала 二十五 来 老马 到我屋坐 聊聊 走走走 天超 刚才跟毛老板都说了些什么 让他这么开心 兄弟一场 能不能透露一点 让我们也学学 这是秘密 不能跟你说 小阁长 你有你的升官数 老上有老上的灯笼爵 没必要保密吧 可假的 就是叙叙旧 没什么 这个赵重光司令 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啊 你连他都不知道 赫赫有名的投降师长 我想起来了 他原来投靠过日本人 做过黄邪军 日本投降后 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接收将军 这兵是越带越少 官是越做越大 这小子到了沈阳 沈阳恐怕危险了 不过这个人 的确是有点本事啊 说说看 他不光是投降师长 还有个外号 叫守城专家 你呀 竟替他吹牛 真的 听说委员长 对他守城特别信任 不然这次 不会把他派到沈阳来 听说这个赵重光跟林小姐 关系可不一般呐 我说老少 听你这话 好像是话里有话啊 赵司令 好大的排场啊 故人从逢 当然要隆重的事 我还以为 你不会的事 怎么会呢 这么大的场面 我一定会的 说实话 我怎么也没想到 上宫会把我派到这里了 我更没想到 一到保密局 我就看到了你 这可能是 老天爷的安排吧 老天爷可真是不长眼 别这么说 咱们两个人 还是很有缘分的 缘分 我杀你十次的进毒 这女人的 这女人的话嘛 往往要反的天才都 你毁了我 我照旧了你 瞧 现在的你多成熟 你 你穿军装的样子 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现在的你 才是真正的你 你比过去更漂亮了 不 应该说是更完美 你知道吗 从我这个角度看 你像极了穷必克服 跟你一比 上海那些电影女明星 简直就是村姑俗悟啊 这句话听上去 怎么这么耳熟啊 我还有很多话 要对你说呢 恐怕一天一夜 都说不完呢 这么快的进入正题了 接下来该邀请我 去你家了对吧 我有吗 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有足够的时间 回忆往事 我可是能经常回忆起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喝酒的那些 美好夜晚呢 你看 这些我都一直鸣记着 你最喜欢喝的葡萄酒是 法国的 法国的布尔多红葡萄酒 俗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本日恩嘛 父亲是我唯一的亲民 上你的针操也只有一次 我的两个唯一都毁在你手里 林小姐 你父亲的死 不能算在我的头上 你父亲坚决抗日 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力 再加上老爷子的地位和影响 你说那皇军 不 你说那日本人 怎么可能放过他 我能用的关系 全都用上了 可实在是没办法呀 你以为我还是十六岁吗 你觉得我还是那个 单纯幼稚的小女孩吗 当诸位了骗我上床 你编出那些要救我父亲的鬼话 事实上呢 你做了什么 你为了讨好日本人 跟他们勾结在一起 商量怎么让我父亲死 才更具震慑力 这个汉奸 你 你 不要跟我提从前 赵春光 你死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场 我亲眼看着你厌弃 先生 还上菜吗 上 为什么不上 回来 改强一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了 似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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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烂人生 寂寞如彩虹 相对却难途 真情 留在我心中 你的声音 慢慢上演 与我同心 你的笑容 你的眼睛 燃烧着奇迹 夜空 留在我心中 你的声音 慢慢上演 同心 或是天明 你的笑容 你的眼睛 燃烧着奇迹 灿烧着奇迹 夜空 那 Aus 不 地灿烧着奇迹 感谢观看